去年卸任之后 随即受到国会特权委员会 调查派对门丑闻的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日前收到了特委会一封密函之后 突然在星期五宣布辞去 伦敦西区国会议员的职位 约翰逊叫后发文喊冤 他收到了特委会不公的审讯 在连串政治迫害下才被迫辞职 更强调自己只是暂时离开议会 暗示将会再回来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去年卸任后 国会特权委员会就对他 趁相关疫情封锁期间 在首相府违法举办饮酒派对的丑闻 展开长达半年多的调查 然而就在特委会下个星期一 将要宣布调查结果之际 事先收到特委会密函通知的约翰逊 却采取先发自人的举动 在星期五突然主动宣布 马上辞去伦敦西区国会议员的职位 借此避免被特委会采取纪律行动 约翰逊接着还发表声明 痛斥特委会根本是审讯不公的代署法庭 三分四次对他进行政治迫害 企图终结他的政治生涯 他更炮轰 由一小撮打手为了报复他 在2016年推动英国脱欧 在毫无根据的调查中 对他做出充满偏见的不实指控 为了不让对方阴谋得逞 他才被迫辞职以表清白 在约翰逊辞职后 他的选区将会迎来补选 不过他表示自己无以再参选 尽管如此 这名刑事作风乖章的前首相 在声明中的用词只是暂时离开议会 似乎暗示他将会卷土重来 对于这番措辞强烈的辞职声明 特委会发言人谴责约翰逊损害议会诚信 双方的政治决力揭露着明年英国大选前 执政的保守党内部分析 正在不断扩大 感谢